艾未未对美国之音表示 她星期二早晨收到短信和照片 通知其作品被毁 一开始不太在意 以为是展出时不小心破损 后来才知道是有人刻意砸毁 艾未未表示 这种抗议方式有问题 我觉得每个人对 作为艺术家都有表达的方式 作为抗议或者是 作为其他的性感的表达 但是砸碎他人的作品来 来伸张 无论是正义或者是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都是有问题的 艾未未表示 她个人并不认识 这位毁损其作品的艺术家 51岁的迈阿密艺术家卡米·奈罗 是在星期天下午 于当地的佩雷斯博物馆 参观正在展出的艾未未作品时 拿起一个摆放在地上的彩色陶冠 当警卫要求他放下时 他刻意把陶冠扔在地上摔碎 卡米·奈罗表示 他是要抗议博物馆 没有展出过当地艺术家作品 却花大钱为外国艺术家宣传 一位迈阿密当地艺术家说 类似的抗议不会停止 时常在迫使我们这些艺术家 做我们从来没想过的事 卡米·奈罗不是第一个抗议者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卡米·奈罗宣称 是艾未未的作品影响了他 使他做出这种抗议行为 在佩雷斯博物馆的展出中 有三幅黑白照片 显示艾未未手持桃罐 并把罐子摔碎 此前艾未未也曾经将一些古董桃罐摔碎 或者涂上可口可乐的标志 对于卡米·奈罗的说法艾未未称 他的艺术行为与卡米·奈罗不同 我觉得他这样说是属于清醒的说法 因为我从来没有砸碎过他人的作品 博物馆馆长克里斯蒂娜·莫拉莱斯 在展览刚开幕时 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他表示艾未未的作品 触动许多当地民众的心 他的作品主题包括了言论表达自由 国家前置以及个人生活 都触动了我们观众的心 特别是迈阿密有许多外来移民 都被他的作品感动 目前博物馆方还在评估损失情况 而卡米·奈罗因为砸坏作品 面临刑事指控 如果罪名成立 最高可背叛五年徒刑 艾未未表示 他个人不会对卡米·奈罗提出指控 一切交由博物馆方处理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